好,欢迎大家回来 我们这节课呢 介绍的是道路工程质量检查语言说 这节的内容特别多 而且呢 考试经常从这儿出题 比如说 在这整个这一章当中 啊 东语期施工质量保证措施 刷历 就出过六次 呃 对于我们的沥青混凝土路面施工质量检查验收啊 也是选择呀 案例都是多次出题 所以说啊 呃 这个质量检查语言说 别看它的篇幅不是特别多 但是呢 从考试角度 应该说比较重要 这里边 除了路基 它没有怎么介绍 对于无极结合料稳定基层的 包括沥青混凝土面层的 水泥混凝土面层的 东语期施工的 以及我们通用压实度的检测方法与平定标准 都是能够由我们考点的 当然水泥混凝土面层 单就施工质量检查语言说 没有怎么考过 因为水泥混凝土 它本身我们一见 考常规的知识 也只有在2009年考这么一次 这里边 对于无极结合料稳定基层施工质量检查语言说 大量的支点跟前面是重复的 好 所以说这里边真正的重点内容 是沥青混合料面层施工质量检查语言说 是东语期施工压实度 好 第一个是关于咱们的基层 这个路基没有啊 直接上来是我们的基层施工质量的检查语言说 这里边是无极结合料稳定基层 当然后边呢 他也大概提了一下基配类的 那么无极结合料稳定基层 咱们前面说过 三土二料 石灰土水泥土二灰土 石灰粉煤灰稳定力量 水泥稳定碎石 这是我们典型的无极结合料稳定基层 那么对于这里边很多的支点啊 前面是介绍的 这里边是重复 当然也有一些支点前面是没有相应介绍的 你比如材料啊 这个支点前面就没有怎么介绍 对于我们材料 他说你这个不是石灰稳定土吗 那么你这里边既有石灰又有土 对于我们土的要求啊 这个从考试角度啊 不会考到 咱们得知道啊 对土有要求 水有要求 石灰也有要求 土水不会考 但是石灰保不齐 以采用一至三级的啊 新石灰啊 另外呢 我们注意啊 他说你磨细的生石灰 可不经消解 直接就使用了 磨碎的 如果是块灰呢 应该在使用前啊 两到三天内完成消解 未能消解的这生石灰 应该筛除啊 消解石灰的这个力量呢 不能超过一公分 什么消解呀 其实就是整个啊 你那石灰啊 要不然给磨碎了 要不然呢 你那石灰啊 怎么消解 其实就是跟水啊 这么一反应 因为石灰主要成分 氧化钙 而我们消解的时候 弄一个灰池子 往里有水 这个时候我们氧化钙 给水反应 它不就生成了 我们的氢氧化钙吗 好 这个是化学的点 咱们不去管它 你就知道 消解其实就是用水 当然现在我们的石灰 都是一袋一袋的 谁还用这块灰啊 现在现场连这个 一袋一袋的石灰 都不让你用了 如果你要处理 你要做都是直接 人家石灰土来 其实如果用石灰土 还不如用其他的基层材料 所以现在比较少了 半盒与运输 后面是相应的 施工的这些支点 其实这就跟我们前面的内容呢 有一定的重合度了 咱们再熟悉一下 石灰土配合比设计应该准确 通过配合比设计 确定最佳含水率 最大干密度和石灰剂量 这是考试可以考到选择 不考案例 选择还是可以进行考核的 好 另外呢 咱们一定注意 这是考试考过的 在城镇人口密集区 使用厂办的这个石灰土 不得使用路办石灰土 这不常识 前面我们也说过吗 你在人口密集 不密集的现在都不让你用 何况是密集的地方 另外既然是厂办 你就有运输 运输的时候 应采取我们的整个遮盖封闭措施 防止水分损失 所有的咱们基层材料 只要是异地集中半核 都要有一个密闭覆盖 这也是运输里边主要措施 后面是关于施工 首先控制虚扑厚度 虚扑厚度 不是说铺多少 就直接铺到设计高层 因为上来要进行碾压 一碾压 它这个不就沉下去了吗 那你多铺一点 碾压完正好达到 我们的设计高层 确保我们的基层厚度高层 其路拱横坡与面层要求一致 我们暴露啊 一般比如路面的高层 一比整个啊 百分之1.5 那么对于基层 你尽量也给它做成百分之1.5 当然了 做路基的时候不一定 路基为了与其施工排水 有的时候坡度大一点 但是最后一步路床 它应该也是跟我们面层一致 然后呢 咱们基层做的说 只要路床做的好 基层就没问题 基层做的好 面层也就没问题 碾压 使压实度 与我们碾压机具相适应 含水率一在最佳含水率允许偏差范围内 对于啊 我们这本书 2022年 呃 道路 道路上最佳含水量或叫最佳含水率 现在都是提到了什么呢 在它允许偏差范围之内 但是呢 对于沟槽回填土 它还有啊 正负百分之二 这说法 这个呢 咱们就分清 也别去叫这个汁儿啊 考试 就是按照我们现有校材 不说具体数字了 咱们就是在允许偏差范围之内 总之啊 离我们最佳含水量 这偏差也别太大了 就可以 呃 石灰土应该施养 啊 养生期呢 不宜少于七天 也保不齐将来就变成了养护 养护养生啊 这都一样 只不过这种说法呢 应该说是现场说的更多 而我们养护更是书面语言 养生期应该封闭交通 任何啊 基层材料施工 那么养护期间呢 或者养生期间呢 都要求封闭交通 这是属于常识那种 水泥稳定土基层 其实 跟我们的石灰土 从施工上 差不多 但是这里边 咱们也要留意一些点 什么呢 材料呗 对于这个土 咱们不用去管 那 胶凝性材料 这里边的水泥 咱们就得知道 那么这里边 它的水泥呢 应该采用初凝时间 大于我们三小时 中宁时间啊 不小于六小时到42.5级以上的普通硅三岩水泥 32.5级以上的矿达硅三岩水泥 火山灰硅三岩水泥能够用到的 这是水泥的要求 这个考试倒是能够完全可以考出来的 好 对于我们的整个啊 力量 因为水泥稳定土 它有广义和狭义 那水泥稳定土 既包括我们水泥土 也包括水泥稳定费时 这里边 这力量啊 就是我们水泥稳定费时 或者说水泥稳定力量里边的粗积量 对于这些力量 说可以选用啊 集配碎石啊 沙粒啊 未筛分的碎石啊 这些不是考点 考点是数字 现在啊 考试有的数字 依然可以在试卷中出现 这里边就是 对于啊 水泥稳定土类的啊 如果里边有力量 那你力量用作底基层时 力量最大的力径 不宜超过多少呢 不宜超过37.5啊 用作基层啊 呃 基层 用作底基层的时候 最大的力径 分我们道路等级 如果是快速路 城市主干路 依然是37.5 四干路级以下的道路啊 不能超过53 这个考试还考过 大家记住53 只能是在底基层 而且是在我们的城市的什么呢 四干道级以下的 剩下都是37.5 这个是考过后期 还可以进行考核 好 这是一个算是重点内容 后面半核运输 其实呃 跟我们前面啊 很多的内容就是重复了 比如水泥稳定土的配合笔 要符合设计要求与规范规定 而且呢 我们运输的时候也应该啊 采取遮盖封闭措施 防止水分损失或者依法 这个都是属于通用的点 施工啊 施工呢 这里边一定注意 水泥类的 跟我们石灰粉煤灰类的 就不行 不一样 他要求自半核到摊木完成 不得超过多少呢 三个小时 而且呢 一在水泥出凝时间到达前 就给他碾压成活了 碾压完 记住啊 半核 自半核到摊夫完成 别超过三个小时 如果在水泥出凝时间到达前 你都压完 所以我们说 水泥类的这种基层 在实际施工的时候 市凳专业用的少 因为他在市区 你的时间太紧张 我们一般都是用石灰粉煤灰的 但是公路往往都是用水泥类的 好 呃 后面呢 养护 你采用洒水养护 保持湿润 常温下 成活后 应该 我们的经过七天养护 方可在漆上 铺住道路面层 养护七天 保湿 啊 这是前面都介绍的 包括第一句话 啊 咱们在施工前 应通过试验 确定我们压湿技术 啊 都是通过试验段 确定我们各种参数 后面是关于石灰粉煤灰稳定杀力的这种基层 石灰粉煤灰类的 啊 这里边也是半盒运输 熟悉吧 采集用强制式半盒机半盒 运输啊 应采用集中半制 那运输的时候呢 应采取遮盖封闭措施 也是防止水分损失和依法 看 这种你总结完之后 你再回来再看每个基层 里边相通的点 是不是就觉得特别熟悉了 施工 混合量摊铺前 其含水量 一为最佳含水量允许偏差范围内 再强调一下 后期我们不再提正负2%了 就是最佳含水量允许偏差范围之内 有可能没准是3%呢 啊 啊 这个呢 人家这个有 他允许偏差 可能未来新的规范 啊 他也会放宽 不再单独的强调这个数字了 养护呢 也是啊 潮湿状态下进行养护 啊 不叫养 现在呢 还比较乱 有的地方还提养生 有的地方不提了 潮湿状态下养护 常温下 不宜少于7天 他说 摊铺碾压要求同石灰稳定图 我认为 其实从半盒 运输 摊铺 碾压 养护 应该都是差不多 我们最好的办法就给汇总 前面我们汇总过 大家啊 在学习之后 后期自己尽量再汇总一下 找到真正的菜分点 后面说 如果采用 我们配杀 沥青乳液养护的时候 应及时在乳液上 杀嵌铃 啊 嵌铃铃呢 就是那碎石销 因为你沥青乳液养护呢 上面肯定有可能 要临时通车的 那一定要杀这个嵌铃铃 啊 不能呢 让我们的整个 轮胎啊 把这个乳液黎青啊 带走 养护期一定是封闭交通 啊 呃 质量检验 质量检验这有一个大的变化 原来2019年 在这出过选择题 2020年出过案例 啊 但是那个时候呢 我们基层啊 它的质量检验项目啊 提料提配啊 配合比啊 含水量 半核均匀度啊 等等 现在呢 现在呢 它同心 重新给改了 这叫无极结合料 稳定基层 现场 质量检验的项目就两个 一个叫基层的压实度 一个叫七天无测线抗压强度 其余的啊 不是现场检测的 那么这里边 其余的其实都归结于叫原材量啊 原材量 但是呢 这次它不是这么写了 但是呢 2019年考了选择题了 2020年出了案例了 2021年没有考 2022年教材一改又出题 概率不高 所以这个题点 是我们教材啊 今年有变化的 但是从考试角度上说 可考性不是特别高 就是因为啊 前面我们考集中进行过考核 好 下面我们看是 沥清混合料面层 施工质量 检查与验收 这里边呢 是原来有三个规范 啊 现在呢 两个规范 主要的还是依据 咱们的C勾勾 1-2008 为什么呢 考试这个点 出过四次考试 两次多选 两次案例 都是围绕这部标准的 好 第一个 沥清混合料面层施工 外观质量要求 都有什么 了解一下啊 不是说非要记 但是咱们得知道 沥清要求是什么 表面 凭整坚实 无得有脱落 掉渣 裂缝 推挤 烂颠 粗细料 集中 这些现象 好 这是沥清混合料 人家外观质量要求 这个我们要知道 因为一旦问到你沥清滚净度施工要求的时候 你得知道能够往这方面去写 考试的考试 考试的考点没在这儿 考试考点是施工质量检验与验收项目 这里边一定注意啊 质量的检验与验收项目 有压实度 厚度 弯辰值 平整度 宽度 中线偏位 纵断高层 横坡景况 与路面高差 抗滑性能 一定要知道从平整度往后 这叫什么呢 叫我们的一般项目 而我们前面这是什么呢 主控项目 主控项目是这三个吗 主控项目前面还应该加上一个原材料 原材料压实度啊 还有厚度 弯辰值 其实啊 我们的考试你就记住 主控项目 一般都会有原材料 后面是一般项目啊 前面是主控 厘清混合料 面层施工质量检查验收主控项目啊 原材料 压实度 面层厚度 弯辰值 这个考的次数比较多 而且呢 我们近年还考过 你的这主控项目说 除了原材料以外 你的检查的方法啊 也是考过 那么对于啊 我们的面层的压实度 应该检查方法什么呢 查实验记录 这是我们近年考的 2019年考试考到 所以说再考的可能性呢 倒是不大啊 咱们得知道 这个是压实度 呃 面层厚度呢 钻孔 或者刨挖 然后用钢尸凉 那么弯辰值呢 直接用弯辰仪检测 19年考过 隔上两年 考出来可能性不是特别高 对于还有一个标准 叫国家标准啊 国家标准 GD50092-96 这个规范好老了 但是依然是在世的 但是考试啊 不出题 原来这还有公务规范 删掉了 我认为这个GD50092-96 也应该删除啊 它其实呢 跟我们的整个CGG1-2008描述的呢 挺像的 你就没有必要把不同的规范都拿过来 所以说也没有考过试 作为了解内容 下面是关于水泥混凝土面层 施工质量检查与验收 水泥混凝土面层呢 我们前面说过 从考试角度上 它真的没有怎么出过题 只有2009年我们一件啊 出过一个整个是面层裂缝了啊 不长时间 嚼住完不长时间裂缝 什么原因 切缝 切得太晚 切缝切得太浅 那么后来在2020年二件 考试出过案例 那这个点呢 应该说性价底不是特别高 但是呢 万一如果考试考出来 咱们也得注意啊 后面的这些点 更容易出现案例 你比如咱们的材料 那水泥混凝土当中的材料 那毋庸置疑 这水泥是最主要的吧 那么水泥这里边啊 我们真正的要注意后边这个点 严格来说 这个值点在2020年考试出过案例啊 只不过不是在道路上的 因为这个水泥应该具有通用性 水泥应该有出厂合格证啊 并经复验合格 方可使用 不同等级厂牌品种 出厂日期 出厂日期的这个水泥 不能混存混用 出厂 这个时期日期呢 超过三个月 或者受潮的水泥 这里边必须经过试验合格后再使用 2009年当时考的是什么呢 一个管道啊 管道工程 然后呢 考到这个值点了 咱们一定注意啊 至于后边是关于粗积料细积料啊 这里边粗积料呢 是石子细积料呢 就是沙子 对于沙子这儿 其实呢 在应该说这个点 是在2021年改的 我们2022年这儿就没有再做调整 沙子这儿啊 不宜使用 抗磨性交叉的水成盐类的机制沙 对于成日快速路主干路 已采用一级沙和二级沙 直接这一句话 海沙 不得直接用于混凝土路面 实际上啊 你这个直接不直接 对于城市主干路啊 四干路 筷子路 那个海沙 你不直接用 你给它处理了 也不能用 只有那支路啊 把海沙淡化了 可以用 但是现在不这么写了 我们直接告诉你 海沙 不得直接用于混凝土的这个面层啊 那什么地方可以用 你要用的时候 你再按照相应的规范要求 这是2021年就改过来的一个支持点 好 后面呢 是关于外加剂 我们就没有太多的这个点 钢筋这个支持点 咱们想一想 是不是在教材前面 就有这段话介绍啊 钢筋的品种规格成分 应符合设计和现行国家标准规定 具有生产厂的牌号如号 检验报告和合格证 并经复试含见证取样合格 那钢筋不得有锈石 猎纹 断伤 刻痕 这些缺件 一定注意啊 在我们的真正2022版的教材上 对于钢筋 是内容呢 有增加 虽然增加在桥梁这儿 但是钢筋的这个内容 检查呀 验收啊 存放啊 它是在明显的今年有增加 而且这几年考试啊 围绕钢筋 尤其二件考的比较多 但是大家不要过度啊